关于嵌入式养老模式呢 昨天呢我们也讲到了 嵌入式养老模式呢 是由社区养老还有机构养老相结合的一个养老模式 让老人呢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养老服务 感觉这个模式是非常好的 目前呢只在一些大城市的社区呢开展实践 昨天呢视频一发布 就有广州的网友呢跟我讲他们社区的这个养老机构 从中呢也可以看到很多的问题 网友的父亲呢现在是处于半失能的状态 行动不方便大小便需要人照顾 每隔一两个小时呢就要起夜一次 当他们看到这个家门口就有这个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时候呢 他们满心欢喜呢然后去报了名 而且是第一个报名 也是仅仅他们一家报名 这就暴露出两个问题了 一个是社区或者说是几个社区 到底有多少老人需要养老服务 再一个是这些老人呢里面有多少人是花钱愿意去享受养老服务 我们接着说啊 他们去报了名 想送父亲去全托 试一试 就是白天晚上呢都在那住 看看到底怎么样 毕竟离家近嘛 白天也可以过去看看 去了养老中心之后呢 核算一下成本 不予接收 养老中心不接收 就是唯一的这么一个报名还不接收 我们先看看他们的价格表哈 全托一个月 一个床位连吃带住 还有服务 一共是六千块钱 这在广州啊 这个价格是真的不高 但是他们不收啊 不收弄那些服务价格表干嘛 感觉干了亏钱 那不干的话岂不是更亏钱 我们再看看日托服务价格表 日托呢 是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 分为能力完好 轻度势能 中度势能 重度势能 当看价格表的话 真是不贵 但是细想细看的话 能力完好去那干嘛 再说重度势能的老人 每天白天去 晚上接回家 重度势能老人能被这么折腾吗 这是折腾老人还是折腾子女 子女为什么要把老人送去呢 送过去呢 因为他们还有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事情 那么白天的话 把老人送去 子女去公饿办事 晚上把老人接回家 然后还是自己来陪货 那这个服务是不是只是针对 这个临时哪一天这个子女 没有时间照顾老人的一个应急方式 那么照顾老人的这个重任 还是落在这子女的身上 那么拳头 你不收 日拖只是一个应急 那还有什么意义啊 大城市的社区养老呢 是这样 那么三四线城市就更不用说了 比如之前我拍摄过的这个日照公寓 公寓呢 是在一个上万人的大社区里面 而且这个社区的人呢 人群都是年龄比较偏大的 公寓价格也不算高 自理老人来讲的话 每人每月一千六七百块钱左右 然后公寓的规模呢 有两百张床位 现在已经运营一年多了哈 就这样一个万人的老龄化社区 居然没有一位 这个这个社区的老人入住 入住的老人呢 基本上都是外地的大城市老人 可能当地的老人呢 退休金都不算太高 每个月花钱住养老院的话 他们不舍得 然后呢 大城市的老人呢 退休金稍微高一些 也知道本地养老的价格贵 所以他们选择到三四线城市来养老 这就这也就是为什么 现在这个异地养老的老人越来越多 说了这么多呢 我也不是什么专家学者哈 我只是讲讲我看到的经历 发表一下我个人的观点 养老是个大趋势 但是养老对大多数老人来讲的话 在我看来哈 还是一个难题 你们说呢